欢迎收看台湾热点2012大选战报 我是庄书棠 选战倒数28天 台湾三位领导人候选人 再次站上辩论台上 马英九一提问就要蔡英文正面回应 为何沿用扁团队成员 而蔡英文则是回应马英九活在过去 抛不开扁马情节 两个人持续的在两岸一提上 同样的来回激烈脚锋 辩论开始前 三人礼貌的握手还闻不到火腰味 但是一进入交互提问 第一个丢问题的马英九 炮火直接对准蔡英文 上次辩论会你回避了许多问题 我这里列举几个 比如说你身边 为什么都是扁团队的成员 你是否会特色 前准陈水扁 特色的问题 现在不是讨论的时候 应该要到定验的时候 才有特色的问题 这也是你在2008年的答案 我真的要跟马英九讲 站在我后面的是台湾人民 但是在你眼里的 却只看到的陈水扁 人民都苦了四年 可是发现马英九还活在2008年 四年了你还拋不开扁马情节 马英九延续第一场 要蔡英文说清楚对陈水扁的态度 声音沙哑的蔡英文 则要马英九扁老式活在过去 马英九后续再出招 丢出两岸关系议题 你为什么不敢承诺不读 你不承认九二共识 如何推动两岸对话 台湾共识究竟是什么 为什么都没有内容 我倒要请问您 如果你主张终极统一 你为什么现在还讲不同呢 至于九二共识 台湾共识的问题 我也一再地对您说 一再地向您解释 您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 你不是听不懂 而是你不愿意接受我的讲法 交锋围绕在台湾共识和九二共识 不过要有交集很难 两人却都很有默契的 没有针对大陆全国政协主席 贾庆龄对两岸关系 提出三要三不要心说法 有所回应 宋楚瑜虽然像是被边缘化 不过对马菜同样有火力 他们两位都对于大陆委员会 到底处理的事情 它的重点在哪里 好像两位都不太清楚 我要请问他们两位 那到底是叫大陆这个事务委员会呢 还是叫做中国事务委员会 评论马菜两人都做过陆委会主委 却根本不懂两岸关系 马菜各自论述 宋楚瑜也把握攻击对手 经验不足的机会 澳雅卫视 林青梦汪之冲 台北报导 入口的地面 氈洋